- 歡迎收看逆轉女王 - 歡迎收看逆轉女王 - 歡迎收看逆轉女王 - 今天其實我們請到了 - 我個人其實還滿喜歡的 - 我的新的朋友 - 來我們請到了美麗的倩蓉 - 嗨 萱莉娜 - 妳好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 我是倩蓉 - 說到倩蓉其實大家應該對妳的印象就是 - 妳是個美容大王 - 美容教主 - 謝謝姐姐 - 美容教主 - 我比較在乎外表虛榮一點 - 很在乎美麗 - 對啊 因為過往其實我記得 - 就是倩蓉出了很多美麗的書 - 就像女生如何 - 好像Beauty 101 102 - 就是出了一次一列這樣子的 -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契機會開始 - 就是想要分享這些美麗的這些書 - 就是美麗的這些經驗呢 - 其實我出道蠻早的 - 對 - 我17歲念完高中畢業 - 然後很幸運的就開始 - 在MTV做VJ的工作 - 那我這邊可以打個小叉嗎 - 就是當初在17歲出道的時候 - 是一個什麼契機 - 就是說在路上啊或什麼的 - 其實我是更早以前 - 十歲的時候 - 有一天跟媽媽在台北市的 - 中道道路四段逛街 - 然後就被星探發掘 - 然後就問我說有沒有興趣拍廣告 - 所以那個時候就接了第一支電視廣告 - 是牙膏 - 十歲的時候 - 十歲的時候 對 - 因為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 所以我這邊補不住 - 沒問題 - 然後後來就陸陸續續接觸到一些平面啊 - 然後電視廣告啊 - 那當然那個時候的插花性質啦 - 就是畢竟還是學生 - 小孩子的身份嘛 - 然後一直到高中快要畢業的時候啊 - 有一天就真的是因緣際會 - 因為那時候我是念國光異校 - 然後我是主修戲劇科 - 所以其實那時候有蠻多同儕 - 同學們大家都想要往演藝圈發展 - 同學有誰 - 同學有誰 - 同學有誰 - 還是都沒有都 - 現在有一位金晴老師非常的紅 - 金晴老師 - 對 金晴老師 - 他現在是專門在教戲劇科的學生們 - 他已經幕後了 - 然後那個時候就真的是因為應援際會 - 然後有一位同學 - 他去拿了一個 - MTV 征選VJ的一個報名表 - 就類似像DEM的那種感覺 - 然後就放在他的桌子上 - 然後那個時候在我的那個年代呢 - MTV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 哇不得了的音樂電台 - 很痛快 - 那個時候就是 - 所有你想到那些火紅的那些國外的歌手 - 你想要看他們的VV - 到透過MTV - 那個時候是沒有Facebook也沒有YouTube的年代 -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因為真的很喜歡西洋流行樂 - 所以我小時候也是藉由聽著西洋流行樂 - 來學英文 - 然後小時候還會一直等那個MTV要放出來的時候呢 - 我就用很陽稱的方式拿著錄音帶去錄音 - 因為小時候沒有花錢 - 沒有錢買那麼多CD啊 - 就只能去錄 - 錄了以後在家裡面反覆一直聽我喜歡的歌手 - 我喜歡聽那一首樂曲這樣 - 所以那天我就在教室就看到有一位同學 - 就譬如說假設Selina好了 - 就看到欸 這個是什麼 - 這個是MTV嗎 - 我就拿起來看 - 我說你要去報名嗎 - 她說我也要去 - 我說那我也要去 - 我跟你去可以嗎 - 然後就後來有初選 - 有複選 - 有決賽 - 也不能講過關斬將啊 - 但是真的很感恩 - 然後也很幸運的 - 就拿到了高中畢業生的第一個工作 - 就是MTV DJ - 所以實習社畢業之後就開始去了 - 就開始踏入社會了 - 對 - 所以對啊 - 其實整個發掘 - 或者是說所謂入行的過程 - 是真的蠻順遂的 - 蠻順遂的啊 - 那後來我們知道說 - 芊榮之後還有去 - 就是除了MTV之後 - 還有主持別的節目嗎 - 有那個時候就開始 - 認識了演藝圈的貴人 - 寇桑 - 黃毅雄先生 - 然後就跟胡瓜先生 - 跟瓜哥 - 一起搭檔主持世界 - 非常奇妙 - 然後所以就是 - 也有兼職VJ的工作 - 但是在演藝圈裡面 - 就所謂我們台灣的電視圈 - 然後也有客串一些戲劇 -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活動商演的 - 工作這方面的經驗 - 因為我要採訪芊榮的時候 - 其實我有做過功課 - 然後發現說 - 在很久之前 - 有一齣很有名的戲劇 - 飛龍在天 - 芊榮有嘎過一講 - 是是是 - 而且很妙的是那個時候 - 跟所有的演員 - 在演對手戲的時候 - 都講台語嗎 - 大家都是講台語 - 唯獨我講 - 國語 - 國語 - 可是最後呢 - 錄出來的那個完成品 - 是我講台語 - 你就看到我那個嘴巴 - 沒有辦法跟那個 - 我的那個口白的旁白對嘴 - 所以那時候覺得很可愛耶 - 就是 欸 這樣子也能成 - 又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嘛 - 第一次演古裝劇 - 然後又是台語 - 然後呢 - 而且又很 - 那一集很受歡迎吧 - 那個大概不知道 - 是演了幾百集吧 - 很可怕很可怕 - 很火候是這樣子 - 對 - 因為我覺得這個其實 - 慶容那時候在 - 演藝圈應該說發展得非常的好 - 很多元嘛 - 剛剛主持人演戲 - 然後就是還出書 - 就是發展得非常的好這樣子 - 但是後來就是 - 欸 其實你後來很早就結婚了對不對 - 對 其實 - 結婚是一個意外 - 婚生小孩都是意外 - 其實回歸到 - 剛剛我記得Selina問我說 - 那為什麼會寫美容書 - 對 - 就是因為跟我第一份工作有關 - 所以那時候我就為了要 - 呃 加強這方面的 - 所謂的西洋流行樂的資訊 - 我就翻很多國外的雜誌 - 然後包括很多國外就是 - 教你如何美妝保養的這些雜誌 - 然後那個時候都是英文 - 我都跑去成品書局 - 然後那個心低著寫 - 然後花很多那個進口書籍的價錢 - 去買回家 - 然後翻 - 當然越看越開心 - 自己補充到很多相關的流行資訊之外 -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 為什麼這些資訊都沒有人把它寫成中文書 - 像一本美容的教材 - 來跟大家分享 - 那加上我自己也很愛美啊 - 從小就是很多保養品啊 - 彩妝品啊 - 瓶瓶罐罐的 - 那我也覺得說這個是 - 我的興趣 - 就是我的很熱愛的東西 - 瓶瓶罐那時候就寫了我第一本的 - 美容書 - 我記得好像十四十五年前了吧 - 應該不只我的兒子都十三歲了 - 因為我那時候 - 其實我對倩容這個書很有印象 - 因為我那時候在做女性購網站 - 然後我記得這本書很受歡迎 - 對 - 然後因為第一本賣得很好啊 - 然後出版社就說打鐵撐熱嘛 - 然後我趕快再出第二本 - 然後出完第二本之後 - 我就覺得說 - 大家每天看我 - 是封面 - 那一頁是我應該看得很膩嘛 -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 我來嘗試一點不一樣的 - 於是我就冒險 - 我就說那我要把它變成像雜誌 - 然後我就希望找別人來幫我拍封面 - 或者是裡面有一些其他的 - 我的好朋友 - 還有包括模特兒 -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女藝人 - 來幫我客串插花 - 就是幫我示範化妝啊保養等等 - 我記得那個就是 - 好像會變成是一個雜誌的概念嗎 - 對 - 其實後來Layout就把它變得比較大奔 - 然後就不是只有我 - 對 - 還有其他就像我講一些很多 - 我的好朋友也來客串 - 因為做那個事情很開心 - 其實很開心耶 - 當然校長肩撞中 - 我又要發想想案件 - 然後我要去盯牌版 - 然後又要省電容 - 當然其實是蠻辛苦 - 但是其實回頭看 - 我覺得幫助我在這方面的成長很多 - 而且我覺得 - 在整個製作的過程當中 - 其實那個成就感很滿足 - 對啊 - 我覺得芯蓉其實 - 她在講美麗這件事情的時候 - 她的眼睛都閃閃發亮 - 噔 - 今天有擦亮粉 - 那我們比較 - 好 - 就是我想粉絲 - 應該會很 - 也很想了解的是你的愛情故事 - 我的意外嗎 - 對 - 就是我想問一下 - 因為芊蓉很美麗啊 - 應該追求者 - 我們這是三十分鐘的talk show嗎 - 還是三個小時 - 因為我一講可能就會變成三個小時的程度 - 沒關係 - 我讓妳講過癮 - 就是說 - 我想芊蓉那時候出道很早 - 然後在演藝圈我想追求者應該很多 - 所以就是說 - 跟妳老公當初怎麼認識的 - 嗯 - 因為我從小是單親家庭長大 - 對 - 然後我覺得我對父親的這一份渴望 - 其實我感覺好像某方面我很OK - 我很成熟 - 或者是我覺得無所謂 - 就是我覺得那是大人上一代他們的 - 他們的妹妹嘎嘎 - 我覺得也不要受影響到我們下一代 - 可是其實在我的內心世界 - 感覺好像對父愛的渴望是有一個動 - 所以對於我來說我會覺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有我自己的家庭的話 - 我會希望盡早盡快 - 而且我會希望說竭盡我所能的我一定要維持家庭的圓滿 - 那那個時候就很年輕認識了我現在的先生 - 未來也不會有別的 - 我現在的先生 - 但那個時候是我的男朋友 - 然後我們大概年齡差了七歲 - 那時候就覺得說哇他好man喔 - 他好成熟 - 他好多事情都可以教我 - 要帶我去開眼見啊 - 甚至帶我出去外面走走看世界啊 - 所以對他有一種崇拜就對了 - 或者是帶我吃一些我都沒有吃過什麼日本料理西餐 - 我覺得說哇我對他真的是很有崇拜 - 覺得他可以教我好多 - 然後我就很欣賞這種個性比較穩重 - 見多世廣 - 比較成熟的男子 - 對 - 但是我們也愛情長跑七年 - 因為那個時候我很年輕 - 他也其實算很年輕 - 那彼此都沒有想要當下定下來的這個打算 - 雖然我的內心一直渴望能夠盡早建立自己的家庭 - 但是也覺得好像衛免也太早了吧 - 太早了吧 - 所以其實真的沒有 - 那時候才二幾歲吧 - 沒有任何實際上付諸行動 - 那當然這個意外就是 - 也不曉得為什麼老天爺的這個安排也很妙 - 我們在一起交往約會七年 - 從來沒有懷過孕 - 有一天就忘了七年的懷孕了 - 然後我就 - 但是你知道自己懷孕的時候 - 那時候心情的 - 就是那時候心情是怎麼樣 - 其實我真的是一個蠻大拉的個性 - 因為我不是那種什麼女生生理期來啊 - 不能喝冰的啊 - 不能跑跳碰 - 我是一切都是很sporty - 然後也都是喝冰水啊幹嘛 - 我都不太在乎 - 所以我對於我的生理期的那個時間表 - 我不是很 - 你不是很在意的 - 很care的 - 那直到有一天 - 我覺得我的下腹部不太舒服的時候 - 我才去看婦產科 - 要不然年紀輕輕其實那時候 - 並沒有什麼要定期做檢查的這個概念 - 就看了以後 - 然後醫生 - 副產科醫生就說 - 李小姐你要不要驗個尿 - 我說不是 醫生你聽我說 - 我那個月經怎麼樣 - 然後很痛 - 然後我現在怎麼樣 - 然後李小姐你去驗個尿 - 不是不是 醫生你聽我說 - 我就一直想要 - 就是壓根那麼想到說自己可能會懷孕 - 然後那時候我只心裡面想說 - 這個醫生應該是想要賺我驗尿費的 - 我說好啦好啦 - 反正醫生說了我們就做 - 結果驗尿出來我就問醫生說 - 所以醫生我是哪裡痛 - 是是怎麼樣了嗎 - 喔 李小姐恭喜你懷孕了 - 不是醫生我跟你講 - 當下還是不承認 - 直到醫生跟我講了三遍 - 我才認清楚到這個事實說 - 我懷孕了 - 在我肚子裡有一個生命 - 我要當媽了 - 然後當下我整個走路啊 - 腳軟啊 - 然後離開那婦產科 - 還要自己去牽車 - 手握的方向排手一直抖 - 然後我就打他給我 - 那時候的男朋友 - 我現在的先生 - 我就說 - 呃 你在公司嗎 - 那我現在 可以過來找你一下 - 他說 好啊 好啊 - 我就掛到電話 - 好過他公司 - 還是很… - 很坎坑 - 因为我不曉得該怎麼講耶 - 我就說 - 我懷孕了 - 然後他就 都抱著我 - 跳跳跳跳 轉圈圈 因為只差沒有旁邊有那個 工作人員幫忙撒花瓣而已 就真的那個感覺就是 其實我一點都不覺得幸福 我覺得我很緊張 因為我覺得 I wasn't ready yet 我根本沒有準備好 要當人家的什麼妻子 或者是孩子的母親 我根本沒有準備好 但是我當下我的先生 他的反應是 他很開心 對對對 所以當然就 還是按照當時的社會風俗 就趕快 登記啊 辦婚禮啊 結婚啊 然後兩個人搬在一起啊 什麼的 那 結果結婚之後 因為很年輕就當媽媽嘛 然後當太太 那時候 心裡會不會沒辦法適應呢 其實會啊 因為 我那個時候 懷孕的時候大概是 將近要26歲 所以我是26 26歲生小孩 然後隔年27歲了再生第二個 為什麼接連生呢 因為也是一名外跟一名外 反正我覺得 老天爺的安排就是很可愛 就是他要給我 就一次都給我 這樣也不錯啦 感激度 其實現在回頭看 你覺得說一次辛苦也就搞定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周遭的女朋友 大家都你知道嗎 雙十年華 大家都還在跑趴 然後甚至有些人才剛剛從學校畢業 然後大家都還在玩 然後我就每天看他們 那個時候開始有臉書了 我就每天看他們在臉書打卡的那些照片 我就好羨慕 心裡會不會有點那個 超不平衡的 為什麼我在家裡面就是換尿片 然後呢 餵奶 對啊 那個時候其實就 就是身心靈方面 其實也不是說產後憂鬱 但是就是滿容易胡思亂想 可是那個時候 演譽圈的 就是如果 那麼早就結婚有兩個小孩 那演譽圈那段時間會不會 就是比較沒有辦法去兼顧到 在那個時候 我覺得就是還滿幸運 就是那個時候 美容書還是持續在進行 所以文書平面方面不太會影響 但是可能在主持跟戲劇這方面 就沒有那麼多時間 對 就算是告一段落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 又算是台灣很多時尚圈 很多所謂的這些品牌的活動 又開始吹起風潮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就參加滿多戶外活動的 所以其實那一段過程 就是懷孕到踏入那個 婚姻到培育兩個小孩 那個過程其實大概多久會 是以心理調適的比較好 直到最近吧 哈哈哈哈 那很久耶 這樣很久耶 其實沒有啦 我覺得調適 我覺得人生嘛 每一天都算是在學習 然後現在我的女朋友的孩子們 都是那種小小孩 走路你還在旁邊一步一步 人家覺得看你快要好兵了 然後你在旁邊 可以翹腳了 剝著我的瀏海 老娘熬過來了 你慢慢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那時候會心理不平衡會 那個時候會鬱悶會 那個時候真的是勞心勞力也會 可是現在 回頭看覺得我很開心很早經歷這一切 所以不會後悔說為什麼不小心這樣 也來不及啦 哈哈哈哈 了解 那我想要再問一下倩蓉就是說 我們知道你最近啊 其實在粉絲團上面 每天都有 又在分享的是 你每天在試一個保養品嘛 就是 為什麼會突然想要再做這個部分呢 對 其實也 嗯 我有想過我是不是在重拾 拾回我的熱情 我覺得其實 當然這一直都是我的熱情 我從來沒有忘記過它 只是我覺得現在的 嗯 整個科技 讓我們所有人的生活習慣有很大的改變 以前我們需要知道什麼東西 相關的訊息 我們翻雜誌 買書 所以現在一切都是在網路上 可能大家就是搜尋引擎查一下 或者有時候就是爬爬某些人的文章 那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還是一直有很多 滔滔不絕的東西想要分享 那對我來講想要寫一本書 我覺得是不是第一很累 第二我覺得好像就是不夠 跟著時代一起去進步 所以我覺得那不如就利用我現在的 臉書 然後我就每一天有什麼好玩的 好用的 新鮮的就分享給所有 也對這方面有興趣的男女生們 欸那這樣 你在分享的過程當中啊 你有沒有覺得說粉絲給你的feedback 讓你覺得 還有更有動力 當然啦 而且我其實還蠻鼓勵 就是所有的網友們私訊我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難雜症 也可以給我一些建議 就是如果說你對某方面 你有一些 想要知道的這個欲望 你讓我知道以後 欸搞不好我也可以去做相關的study 然後就覺得欸其實蠻多 網友們有很多很可愛的idea 然後也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我覺得真的也很感恩現在的 這個所謂的 社群平台 社群平台 讓我們跟粉絲之間有更 你說 更真實 或者是更有趣的互動嗎 我覺得其實是感覺 大家彼此的距離又更拉近 對啊 欸那你有沒有就是在分享的過程當中啊 粉絲有沒有 就是寫信 寫給你 私訊給你的時候 讓你特別印象深刻的 嗯 其實我覺得現在網友都很可愛 大家都不喜歡做功課 哈哈哈哈 大家喜歡就是看到你的文章裡面有什麼 然後就是 那多少錢 那在哪裡買 那牌子是什麼 啊啊啊啊 剛剛都寫在上面 哈哈 因為我想跟他說 你是沒有戴眼鏡嗎 其實沒有 我都還是欸我很耐心的 都還是一一回復給大家 那我覺得也很感恩就是網友對於 我介紹的東西是這麼的有信任 然後我覺得當然 我相信也是奠於過去的這些基礎 是我出美容書 然後大家對於我介紹的東西 大家都覺得欸 很有興趣 或者是很相信我 其實很感恩 對啊 我相信其實 倩蓉那 就是那段時間 其實很多人應該是跟你一起長大的 就是 很多人說 我小時候都看你的MTV耶 我很想跟他講說 其實你的小時候應該也是我的小時候 對 因為你會早就出道了 但是然後我覺得也習慣了 然後現在越來越多人會尊稱我倩蓉姐 我剛開始其實會覺得很不舒服 其實我到現在人家叫我 比如說叫我Selina姐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有必要嗎 對 我想說你叫我Selina就好 或者叫我Dr.Selina就好了 I don't like 後面加一個姐 欸 可是現在姐姐當到耶 對啊 不用啦 給別人當就好了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種 尊敬 對 然後可能真的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也挺習慣了 可是你沒什麼變嗎 我覺得你二十三十到現在沒有太大的 快快四十了 快四十了 沒有還沒有 沒有還沒有 沒有還沒有這樣 沒有太大的改變 如果人家該 如果你去國外 然後人家說 人家會說你二十幾歲嗎 我會說 離我很遙遠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就是婚後啊 就是譬如說 跟你老公現在在從 談戀愛七年到婚姻十多年 這中間就是 有沒有就是 你會覺得有卡關的時候 或是就是有 就是有 曾經吵得很兇的過程這樣子 就是 因為夫妻的 有人說從 談戀愛到婚姻 其實是兩個過程 對 然後婚姻其實 按照我朋友女王的說法是 一場修行 所以我想要問是說 欸你自己在 因為你是藝人的身份 所以 如果在踏入這個婚姻的時候 就是有沒有跟老公這個 夫妻感情經營有什麼秘訣 可以分享給我 給我們的婚姻 嗯 我覺得 秘訣啊 我等會可能再整理幾個重點 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我現在 回看我跟我先生這樣子 從愛情長跑到 先有後婚 然後呢又彼此都在學習如何 從年輕的父母親 然後一直去承擔 要照顧家庭這個責任 其實我覺得一路走來 這個磨合其實 分分潮潮很多 然後 像譬如說 像我剛剛講 我們愛情長跑七年 其實也到了一個就是 好嗎 要不然就是要結婚 要不然就是感覺 欸很奇怪 就是有一點彼此都 因為七年很容易七年之養啊 實之無畏 氣之可惜 但是沒有想到 欸老天爺就賜了我們一個生命 然後讓我們必須要 在一起 更 對天經地義的連結在一起 然後可是剛結婚的時候 我很年輕 他其實也很年輕 我們彼此的心都還很不定 然後要一起共住一個家庭 其實真的那個時候 每天吵蠻兇的 但是我覺得 吵吵吵吵吵吵 然後也就覺得說 好像彼此有更深的一層 那種革命情感 然後再加上我們最近 都一起找到了共同的信仰 所以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我覺得 更學會如何去 多聽少說 然後包容接納 而且我們有更 相符合的價值觀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男女朋友夫妻 在一起的相處知道 我覺得就是 第一 你一定要有相同的價值觀 然後第二 就是永遠永遠 要看對方可愛的地方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們自己 也有很多不可愛的地方 有時候我也會任性 可是我覺得 我們都會有盲點 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總是一直在指責別人 那其實我覺得 每一天都相處在一起的人 他更容易把你的那個感覺 撩起來 或者是什麼 就婚前 一直看到他的優點 跟他的好 然後婚後就只看到他的缺點 很 我覺得夫妻很容易 會掉入這樣的一個循環 對 但是我跟我先生真的覺得 我們是倒吃甘蔗 這個關係在走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就是 對啊 甚至現在我們早上 他要去上班 我們也會 kiss goodbye 然後甚至他回來了以後 也會說 爸爸你辛苦了 但是這以前 真的在我們沒有 共同信仰 也沒有經歷這些挫折之前 我們都不會 對對方這樣子做 所以有時候 你會覺得說 有時候 挫折 可能是 我覺得 可能是上對給你 一種另外一個 一個啟發 讓你可以更珍惜 你現在所擁有的 對啊 其實我覺得以前都 以前的我是 比較容易去羨慕別人 然後總是看人家 對門的草 欸為什麼你的草 比我草綠那麼多 又長得那麼漂亮 也很漂亮吧 我說草 然後我是 我是想說 欸為什麼 我沒有什麼 為什麼我不能買什麼 為什麼我沒辦法幹什麼 可是現在我覺得 有時候就是心態 那個開關很微妙 就是你一轉 然後你就會一直 不斷看到說 我有什麼 原來周遭有這麼多 愛我的人 然後有這麼 幸福美滿的家庭 然後我的身體這麼健康 然後甚至我跟 家人之間的關係這麼好 然後朋友也發現 欸每一個都很關心我 我就覺得 那個整個人生都變正向 對 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發現 而且我認識切榮 其實也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因緣 就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好朋友 然後她也是一個 虔誠的教徒 對 然後有一天她就跟我約吃飯 欸 然後她就突然跟我講說 欸 欸 那個你要不要認識切榮啊 來聊聊你們可不可以合作 我就說好啊 然後切榮就來了 然後我就開始聊 就說欸那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我看到 現在因為我以前不認識你 但我覺得其實 我感覺切榮其實就是 現在我覺得她的生命的厚度跟層次 其實是一個很很豐富的人 對 老了嗎 但是我想我相信你 你經歷過的那一件事情 一定讓你學到很多 體會到很多 太多了 當然我覺得 不忘經歷這些 對 然後我覺得既然經歷這些挫折 一定要從這些教訓當中 去學到寶貴的課題 對 然後我覺得也很感恩 因為這些事情教了我這麼多 包括我覺得如何去看到我的人生 還有包括重新調整我的價值觀 對 然後包括甚至我周遭的朋友都有做一些 不同的篩選 然後我覺得對於我自己未來的規劃 還有我現在當下的一些 我所謂的輕重懷疾 有很大的不同 對 因為我印象中一層 切榮給人家感覺就是 時尚圈的名媛 所以感覺你的生活就是比較是 多彩多姿的 但是現在比較大的一個差別 我覺得就是在於 其實我認識切榮之後 切榮跟我說她會包自己到水館 然後 然後她有一天在自己做胡蘿蔔蛋糕 我都會覺得 其實她妳跟我們一樣就是一個普通人 其實我應該是說我家庭主婦 主菜的那個主 我家庭主婦的生活 跟我在跑趴前跑趴後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我在跑趴的時候 我一直很想要把家庭主婦的那個角色 盡量去淡化她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很平凡的生活 那不足以掛紙 我希望大家看到 都是我很光鮮亮麗的一面 那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好像那時候 有一股所謂的貴婦風潮 對 我是覺得說 一直不斷的要那種 好像所謂假面的形象 可以滿足我某方面的虛擁感 我的感覺是這樣 可是那時候好累喔 因為妳就是永遠一直在追 蛤 她帶兩顆拉 那我要帶三顆拉 蛤 她是什麼毛 那時候會壓力很大 其實我覺得就是 回頭去想自己覺得好好笑喔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妳永遠比不完 有錢 人家比妳更有錢 然後名牌它比妳更多 她永遠都是在想說 欸我去跑 那我隔天有沒有上版面 她的照片比較大 她是我的照片比較大 這樣很累耶 妳那時候活得太累了吧 我跟妳講 大家心裡都是這樣想 只是 只有我敢講出來而已 對不對 其實那個時候的我真的是這樣 就每天搞得我自己 真的是為了一些 雞毛算品的小事 然後反而導致自己 心裡壓力很大 而且每天都只想說 我要穿什麼 我要搭什麼 然後我就把自己搞得 很累啊 但其實我是在過家庭主婦的生活 那不是真正的我 對 那我現在完全把這些 捆綁 這些束縛 這些包袱 通通丟掉 我覺得我的心好輕鬆喔 對啊妳就開心很多了吧 然後我覺得我的人生 身心靈更加的平衡 那我就覺得說 既然我家庭主婦的生活 這就是我 這是真實的我 我覺得我就是要 坦蕩蕩的 攤開給大家看 那我覺得這也是 我的人生 我的愛在裡面 我對家庭的愛 或者是家人朋友之間 給我的愛 我就覺得說 想要把這個愛 分享出去 包括我每個禮拜 晚上 我會在台北市的國父經驗館 跟一些市場朋友 就是盲包朋友一起跑步 我剛開始還是 跑了一段時間 我不敢講 那後來我會覺得說 其實這是一個好事情 而且我從盲包朋友 他們的身上 他們真的是也忙心不忙 每一次跟他們跑步 他們都分享好多 他們的人生經歷 甚至還會講笑話給我聽 甚至還有一次有一個盲包 我第一次跟他跑 他說欸 請問妳怎麼稱呼 我說我叫倩蓉 喔 是電視上那個李倩蓉嗎 我說對 對 我就是倩蓉 阿妳屁啦 哈哈 我說喔好 沒關係 妳真的是倩蓉嗎 我說對 我是 唉 怎麼可能 然後跑跑跑跑 我們就開始聊天 他說他最近看了什麼 什麼神鬼傳奇 什麼湯姆克魯斯的電影 我說喔 妳們還可以去看電影 是啊 我告訴妳喔 我覺得這次湯姆克魯斯 演得不太好 因為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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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實他們根本不是 我們想像中的很瘋狂 因為他耳朵還是可以去聽嘛 他是可以用心去感受嘛 他們耳朵聽然後他們有一些翻譯 會當場就是 把電影講給他們聽 但是就讓我會覺得說 喔原來其實他們的生活 是跟我們一樣的 而且甚至他們因為看不見 他們會更用心去感受 就是我生活周遭的一切 然後我就想說想要把這個東西 分享給在我的臉書當中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生活的一部分 對啊對啊 我不會像 再像以前一樣 我會覺得說啊這個 讓我覺得很 要刻意包裝 很不好意思或者是很丟臉 或是覺得這很平凡 我就不想要拿出來講 其實我覺得就是很真實 很自然的東西 我分享 然後我會覺得 這個就是真實的我 對啊 因為對我就是因為看了 我常常follow你的粉絲團嘛 然後我就發現說 其實我覺得芊柔很可愛 她現在就是很真實的去呈現 她現在的生活 她現在的心情 她現在的感受 謝謝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網友應該也都感受到 就是你的改變 其實我覺得 這個世界太多的負能量了 對 我覺得我們需要很多 正向的能量 帶著我們不停的前進 那我覺得這個正向能量 可以來自於四面八方 我覺得說一場生活 也不是說今天你 一點點小的確信 就讓你哇大喜樂 而是說要用一顆很感恩 幸福的心 去看待每一個時刻 每一件事情 我覺得同樣自己的人 你整個那個散發出來的能量 然後包括你的心 會更加的美麗 有啊我就發現說 切容現在那個笑容啊 都是很喜樂的 然後就是看起來 她是很滿足於她現在的 擁有的東西 跟現在就是身邊這些 愛她的人 你愛的人這樣子 但我也好奇一點就是說 嗯 是什麼樣的契機啊 會讓你跟你老公 就是 就是有了宗教的這個信仰 就是變成虔誠的一個基督徒 這樣子 這個過程 其實我會變成基督徒 真的也算是一個 我也一直無法理解的一個事情 就是在於說 那個時候阿帕契的時候 那我周遭又很多朋友都覺得 啊 切容你好可憐 你很衰 你應該是卡到陰了 我帶你去那個 抽籤拜拜 或者是帶你好像就是 師姐這樣 這樣子 可是其實那個時候對我來講 我是針對這方面 我也覺得好像要 姑且信一信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那時候 我根本沒有辦法出門 因為就是很多 出門就狗仔對 對 我沒有辦法出門 我想說啊 出門已經要被拍了 然後又被拍到 我去燒香拜拜 師姐都說啊 那大家隔天 又可以媒體大作文章 於是我就跟朋友 真的不只一兩個 是三四個四五個 都跟朋友說 要帶我去拜拜 要去燒金 然後我就說 不用不用玩具玩具 謝謝謝謝謝謝 那每天就悶在家裡 然後呢 有一天呢 有一位陌生人 他就透過我的經紀人 告訴我說 他想帶我認識上帝 我就覺得說 這一個 我就當時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家裡是佛教道教的 所以我就說 要尊重我們家族的信仰 所以我就第一次就婉拒了 但是這個陌生人 他也不曉得是厚臉皮 還是氣而不捨 他又再來問我第二次喔 我就覺得說 哇 這個女的很奇怪耶 而且怎麼會想要帶我認識上帝 於是乎我當時就 也抱著姑且一世的心態 我就跟鄰居換車 然後到那位陌生姐妹家去 也沒有任何人陪我 我那時候很大膽 就一到那位姐妹家 就是他還有一位牧師 還有黃國倫先生 就是 國倫哥 對 國倫老師 還是牧師還是唱歌的 唱歌的黃國倫 喔 我認識 然後呢 黃國倫 國倫老師呢 第一眼看到我就說 倩蓉 上帝愛你 還有你知道嗎 我現在在大陸很紅 要聽我唱歌要花錢 但是今天我免費唱給你聽 就開始拿著他的吉他 然後就自彈自唱 所以老師當時 我也不知道他唱什麼歌 不是那種流行歌曲 是詩歌 對 然後我的眼淚就潰堤 然後一直哭 好像那幾個月 我都有承受那些 阿帕奇那些壓力 我通通哨哭出來 就在所有陌生人面前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啊 怎麼這麼丟臉啊 在陌生人面前哭 然後呢 還沒有辦法醒鼻涕這樣子 然後我就 當下就 那位牧師就帶我說 我願不願意接受主耶穌 願不願意相信上帝 我就 好好好 就真的就開始接觸聖經 然後就去教會唱詩歌 然後到現在已經兩年了 我也受洗兩年了 然後我就發現 嗯 擁抱了這個信仰 帶給我生命 真的是很大的一個震撼 而且很美麗的一個改變 那那個時候我的先生 其實他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 然後那時候我們家裡 還會掛一些八卦經啊 佛像啦 我先生每天還是要 歐彌陀佛念一百遍的人啦 那當初也因為信仰的不同啊 我也是會跟他有一些 吵架 所謂的嘴巴上的辯論 你的佛怎麼樣 我的上帝怎麼樣 然後就後來我就發現 什麼事情 我覺得用講的多餘 我想用我的生命去改變它 於是乎有一天 真的是有一天 當然這個過程 可是每天跟上帝禱告 我有祷告 這個是基本動作 然後直到有一天 我的先生突然 他自己去把我們家裡的佛像 收起來了 八卦鏡拿下來了 就說欸 我跟你一起去教會 然後跟我去教會一段時間之後 大概不出三個月的時間 他就說 欠如我想受洗 然後現在變成是他 每天早上我一張開眼睛 他就在禱告 我們家老爺已經在聽詩歌 看聖經 然後就開始跟我分享經文 然後於是乎我覺得 我們現在夫妻感情 為什麼會更好就是 我們從聖經的教導 還有從上帝的愛當中 更學會去接納對方 然後懂得如何去愛對方 然後我覺得我們的價值觀 也都是更謀合了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奇妙的過程對不對 我覺得講學一點 我覺得是上帝在我們當中 在不斷的把我們拉在一起 在工作 然後我也常常會去跟很多人炫耀說 你看我老公現在更愛我啊 或者是說我們兩個之間夫妻感情有多好 我真的覺得因為這個信仰 幫助我們加分太多太多了 然後甚至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也會每個禮拜的六的晚上 我們一家四口 包括我們家兩個小朋友 我們就會有一個所謂的 家庭禱告時間 就會說欸哥哥 你這個課業上有沒有什麼困難 或者是弟弟 最近可能想要打籃球 然後我們就會把彼此大家的一些 心裡面的一些小問題先分享出來 可是第一時間我們全家人要學會就是感恩 我們都會禮拜六去回想說 12345有發生哪些事情是 就是要謝謝上帝的 然後我們也讓小朋友去慢慢的訓練 引導他們有一個所謂的感恩的心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過程跟體會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上帝是很奇妙的 他真的很奇妙 因為我自己也是基督徒這樣 所以我可以體會你經歷過的一些事情 對 所以現在的我覺得我 我不是不在乎世人的眼光 而是我會覺得說我的生命不要活在他人的眼光當中 更不要活在他人的嘴巴裡 對 我會覺得我的生命我要活得更真實 更自我 而且更坦蕩蕩 所以我也會更大方去分享我的信仰 因為這個信仰帶給我的只有好沒有壞 那如果是個好東西 為什麼不藉由我的社群媒體去分享出去 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無價值寶的禮物送給所有的朋友們 所以我也常常會把我們家裡面發生一些的這個大大小小的事情 在我的臉書上面有一個生活狀態的方式去share 有啊 因為其實倩蓉其實常常會分享 然後她甚至是 倩蓉很可愛就是她前陣子去花蓮 她去旅行 然後她撿石頭 對 對 她撿石頭 然後就說好像有十字架這樣子 對 然後她就傳來跟我分享這樣子 對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說那個是 事後人工 No 那是全天然的 而且就在我們台灣花蓮的七星潭的海邊 原來有很多顆大大小小不一的石頭 大概不是每顆石頭都長的一樣 而是幾乎大部分的石頭都是灰色的底 然後上面有白色的 看起來就像是十字架的線表 所以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 看到就很有感動 對 我就在海邊撿石頭 然後撿回來台灣 然後分享給一些好朋友 有啊 其實我相信就是 有時候啊 我覺得當下我們遇到很多挫折的時候 在當下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做錯的時候 就像很多人會說 你是不是卡到陰 你比較倒楣這樣子 對 卡到陰 可是其實有時候我會覺得其實 上對有它的安排 有時候就是 其實那個挫折也許是你生命中 最美好的禮物 因為它可能重新讓你去學習 或是檢視你過往 過往的一些人生 的一些 就像你講的說 跑趴的時候 那麼勉強自己 然後那麼比較 對不對 所以也許你會慢慢發現說 其實你內心有一個聲音會跟你說 其實你的人生不要什麼 然後你的人生要什麼 對 我覺得真的 我跟兩三年前的我差好多 我以前是會跟到 就是我很在乎我的形象 對啊 但我也不是說今天要 我以前認識的 鏡頭上的女 我就覺得這個女生 好像會把自己變成一個 完美女神的那種感覺 然後要塑造自己是一個 超幸福的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形象 我覺得塑造的是很好 但是有時候我都會 有一種感覺就是 這個人好辛苦喔 對 其實我是一個很完美主義的人 但是同樣我會對 對我自己形象的要求 我會希望他人看到的我 是很完美的 我想要 好像感覺想要收集眾人 羨慕我的眼光 於是可以把這些眼光 通通變成獎章 或者是那個徽章 貼在我身杖 我就 冰冰 就是今天如果人家羨慕你 你就會覺得我之前得到一分 頂登登登 對我不曉得那時候我在ㄍ什麼 甚至我覺得 舉例好了 這是真的很小的事情 我以前是 我沒有擦指甲油 我會覺得 我沒有辦法出門 對我來講我就是連這種 現在就沒有啦 沒燒神經 你知道我都這麼care的人 可是現在就是我覺得 欸無所謂啊 就是只要衛生習慣 就是指甲剪乾淨就好啦 我也不在乎說 是不是像以前 一定要擦上紅色指甲油 或者是要做什麼 美麗的藝術指甲 然後才覺得我今天的造型是完美 我覺得It's ok 對 你有沒有發現啊 我其實其實我有時候會覺得 這個挫折 其實是帶給你更多的成長 然後更大的改變 然後但是我後來有一種明白 就是我覺得那個過程就是 其實有時候我們人啊 最放不過的 就是最折磨的 最折磨自己的人是自己 對不對 就是在過往 比如說你剛剛講說 你希望就是別人很羨慕你啊 然後你可能活在別人的羨慕當中 然後讓別人覺得你是很棒這樣子 可是其實 因為那個 是自己在逼自己 一直在逼自己 對 因為我前一陣子也是這樣 就是我去參加一個課程 然後 他是憲哥的說錯音小弟 然後我就 他一個 他就是 兩天的課程 一天是繼續去上課 第二天去比 第二天是去比賽 然後比輸了 然後那一天我就覺得很難過 但後來我發現說其實 為什麼要折磨自己 因為你上課的目的 不是在跟同學比 不是在跟那20個人同學比 而是你自己有沒有進步 那才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我要放過我自己 我要放下 就是我不要活在別人的眼光當中 我也不要活在別人的嘴巴當中 然後我應該是 做我自己應該做的事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我才會開心 就像你現在的Status 就是我就是我李倩榮啊 然後我就是很 我的生活是怎樣 我喜歡怎樣 我就跟大家分享啊 所以你會覺得你現在的生活 應該是比以前更開心 以心態層面來講 我覺得是更加的 輕鬆自在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 越輕鬆越自在 反而那個滿足的層面 越大 對啊 那最後我們想問倩榮說 你接下來有什麼樣的一個計畫 就是在你的 比如說在人生 或是在一些 就是事業發展上 有什麼一些新的想法 其實事業我覺得 我還滿 就是自然心去面對的 我覺得現在還是以家庭為重 對 因為畢竟雖然小孩子大了 以前是要勞力嘛 現在是要操心 尤其青少年 開始進入叛逆期的時候 你知道 這媽媽要跟他鬥法 這個需要更多的智慧 小孩子要是念國中高中 知道嗎 對 國中 那應該開始超不完的心 所以就是 我覺得還是以家庭為重 然後我覺得 每天在臉書都會跟網友一些互動 然後我覺得 現在的狀況其實讓我很滿足 對 那我覺得過去那些工作經歷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好後悔的 那我覺得 發生的那些挫折 也讓我有很多的學習跟成長 其實也讓我 讓現在的我其實更加的強壯 我覺得其實都滿開心的 對 今天呢 謝謝倩蓉來上我們的節目 謝謝大家 讓我們更 更重 重新認識不一樣的倩蓉 謝謝 謝謝 然後更了解 現在的倩蓉其實非常可愛 對不對 好 那希望呢 有一天倩蓉可以再上我們的節目 一定會 然後再帶來你新的作品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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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下週見了 拜拜